那董老師剛講到台灣的電子業者 被逼到這裡 被迫一定要選邊站的同時 事實上美國還在強化 台灣的國防安全 那這裡頭最主要的核心當然是 習近平已經作為21世紀 有這一個最獨裁的獨裁者之後 整個美國社會 對於中國全面的調整 那特別20大之後 如果習派跟他的槍桿子 更穩定的話 那確實布林肯的判斷 北京攻台的時間表 可能直接提早 現在怎麼看 好那明杰 這一個俄羅斯的這一個戰役 到底會不會拉到核戰 確實全世界高度戒備 因為中國撤僑跟白宮發出警告 都是非常嚴重的訊號 我想這一個普丁 只要在俄羅斯掌權一天 這核武威脅恐怕就難以解除 因為特別是 這一週開始 不管是北約 這一個進行一場 這個堅定政務的核演習 那俄羅斯也同步在進行雷霆的核演習 那美軍的官員透露說 這一個接下來 俄軍非常有可能發射 所謂的這個核飛彈 那不過這核飛彈我們的解讀就是說 基本上非常有可能是可以搭載 核子彈頭的這一個載具本身 就是說不攜帶核彈頭 但是包含像這個沙爾瑪特 或亞爾斯這種洲際彈道飛彈的測試 是有可能就晚如過去 美軍用這義勇兵三型的不帶核彈頭 直接打到這個馬少爾群島附近的把區 類似這樣的動作應該會出現 因為特別談到說 雙方在這個 Nuestar這一個核武採檢的條約裡面 有要求對方如果要測試核武 必須要告知這個雙方 那現在美軍官員講到說 目前並沒有收到 俄軍正式類似的告知 換句話說 類似的載具測試會有 會不會攜帶核彈頭 美軍當然是全面在這個警戒 所以我們看到除了這個俄羅斯 它這個雷霆演習 其實包含它最近在挪威的邊境 也部署了高達11架的 這一個戰略轟炸機 全部都可以攜帶核武 包含7架的圖160 還有4架的圖95MS 那還有包含像其實水下看不到 不管是北風之神 可以攜帶R30這些潛射 這個洲際彈道飛彈 這些核武都有可能在這個 雷霆演習裡面進行測試 那北約也開始在年定一項 叫維穩計畫 那在模擬說如果今天俄羅斯 對這一個烏克蘭 甚至歐洲地區動用核武的情況之下 要如何來自一個疏散所的難民 那還有包含像美國的這個物理學者 在John Hopkins這個學校 有一個叫法蘭克爾 他就去模擬說如果今天 俄羅斯對烏克蘭動用核武 到底傷害有多大 還有兩個不同的層面來分析 第一個他模擬說 今天如果是用這種5000噸 這種核當量屬於戰術核武等級的 如果他的爆炸威力 是大概1.5公里平方 這樣的一個威力的情況之下 對整個戰場其實並沒有太大注意 因為整個惡物的戰線 長達將近上千公里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只能造成局部的一個 這個毀壞或損傷 但是如果今天把 譬如說2萬噸核當量 那等同於當年投在長期的這個核彈 這個拿來攻擊基輔的話 恐怕瞬間就會造成 至少3.1萬人死亡 6.5萬傷 這樣的一個 這個對烏克蘭的威脅 所以這個部分 他談到說 不過就算動用核武 把這些烏克蘭的區域都摧毀情況之下 第一個核輻社不談 俄軍自己目前來講 兵力不足 彈藥也不足的情況之下 恐怕第一個沒辦法推進 第二個也沒辦法有效佔領 所以這樣的一個情況 對普丁本身來講 到底是不是能夠 真的贏得俄武戰爭 其實恐怕也有很大的存疑 那所以最大問題還是在俄軍自己 兵力跟彈藥上面的不足 不過現在沒有人敢輕忽 這個普丁可能動用核武的可能性 那特別是普丁前幾天才講說 他對基輔不會再進行大規模攻擊 特別是對基輔 已經這個投擲了 這個200枚以上的各式精準彈藥之後 結果沒想要隔兩天 又動用無人機對基輔攻擊 所以說話不算話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談到說 普丁只要在俄羅斯再位一天 這個核武的威脅 恐怕都難以解除 通條那個布條所講的事情 它其實是反映了中國人民普遍的心聲 就是說最重要的就是解封的問題 就是你這個動態清零的問題 那為什麼整個中國人民 持其筆弱的要解封要自由 你要自由干什麼 因為快活不下去 你為什麼活不下去 因為不能去賺錢 失業的一堆 那你這個動態清零政策 你把所有的生產交易交換 全部搞得都快停擺了 大家快活不下去了 所以說我認為 無論是哪一個什麼班底 新的班底出現了 就看你怎麼解決 你過去兩年的這一種封控 所帶出來的一系列的 還包括中美貿易戰 這些一系列的 對你中國內部的經濟跟社會 造成嚴重的挑戰 這些問題趕快先解決吧 所以我最後一句話是這樣講 二十大一開完 我們就要看二十一大了 等二十一大中國的情勢 國際的情勢會比較明朗化 好 我們稍後回來